再过一个多星期就是开斋节了 结束一天斋戒后共进晚餐 是斋戒月期间回教徒的同手习俗 而本地今晚就有多场聚餐的活动 有些是非回教徒参与增进种族与宗教的和谐 马林百列区的大约4000名居民齐聚一堂 在结束一天的斋戒之后一起享用晚餐 他们当中包括非回教徒和新公民 活动希望促进种族和谐 让国人进一步了解回教习俗 哈里马总统和多位区内议员也出席了聚餐会 晚餐由志愿者准备 活动上还设别了特别环节 由四名学生以四种不同的官方语言 向立国一代表达谢意 另外茂公部长陈振生则连同多个组织和机构的社区领袖 出席明古连回教堂结束一天灾戒的餐会